中国大陆大连政员房地产开发公司董事长傅彦斌日前传出因为薄熙来案被捕 外媒报道傅彦斌在审讯中供出 中共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过去十年来扮演帮忙炒地皮角色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报道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 在美国驾车时曾经收过三张罚单 其中一次他正开着知名品牌保时捷 据传中国大陆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已逃至美国驻北京大使馆 对此中国大陆副外长崔天凯今天拒绝发表评论 大陆国家统计局27号公布调查报告显示 2011年大陆农民工数量年增4.4% 超过2亿5000万人 新唐人亚太电视整理报道